我说了多少次了 50岁以上的家人 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一动一身汗 不但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而且还会伤害到我们的阳气 不运动更不行 浑身没有力量 怎么办 跟何一老师练习以下几个动作 让你不跑 不跳 不伤膝盖 不伤腰 一组动作 练全身 练习完之后 让你全身轻松 全身有力量 第一个动作 双手插腰 将我们的左腿向前伸 然后脚步去从右向下 向左向上 移动脚尖来去练习我们的脚步 和我们的踝关节 然后再反向的去转 然后再反向的去转 你可以坐在凳子上练习 每天练习一只脚50下 接下来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平时锻炼不到的肌肉 我们将双手插腰 我们将双手插腰向左迈一步 然后我们的右脚跟着去迈一步 再向右迈一步 左脚跟着 来 一二三 平时我们都是前后走路跑步 很少能锻炼到我们的腿部的一些肌肉 那我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让我们左右来走 锻炼平时锻炼不到的肌肉群 增加大腿小腿的力量 让我们双腿能够全方位的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三二一 下一个动作 双手插腰 我们左脚向右前方45度点脚 然后右脚向左侧点 来 一二三四 腿部对于人体非常重要 每天锻炼腿到老不后悔 左右各点50次 练一练 锻炼 我们大腿小腿的肌肉群 增加腿部力量 走路不摔跤 三二一 接下来这个动作叫踢腱子 用我们的左腿踢我们的右手 右腿踢我们的左手 尽量的能够让我们的手跟脚去接触到 每天左右各练习两分钟 增加我们腰腿的力量 三二一 下一个动作 锻炼我们的腰跟胯 双手掐腰向前左 用我们的左手手臂向前 右手手臂向后 然后换另外一侧 就这样左右扭动 跟老师一起来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每天扭一扭 健康 健康跟你走 每天锻炼拔个扒盘 我们的腰腿臀胯都能锻炼到 不跑 不跳 不伤膝盖 不伤腰 特别适合40岁以上的家人们 在家里居家锻炼 三 二 一 下一个动作 拍手点脚 双手向上拍 然后我们左腿 脚尖向后点 然后脚步回正 双手在我们的腰部肌掌 然后再向上拍 右脚踮脚尖 来跟老师一起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每天坚持练习 拔个扒盘 手 脚 腰 腿 都能锻炼到 三 二 一 下一个动作 双手向上 然后向下来去抓我们的手 练习我们的肩和我们的肘 三 二 一 双手向上 向下抓 速度可以加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每天多抓抓手 锻炼我们的手指的抓握能力 上下这么抓来锻炼我们的大臂小臂 甩掉我们身上多余的肉肉 三 三 二 一 三 二 以上的动作您学会了吗 看完不要着急划走 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最重要的人 让他跟你一起锻炼身体 关注 关注何以老师 不活九十九 我们谁也不许走 好 好 好